各位觀眾,我今天來到深灣遊艇會看一部Supercar 是什麼車呢? 現在馬上帶大家去看看 就是這部 法拉里的Portofino M 因為這次這個環境可能比較吵 後面正在做裝修 我希望收音OK 大家看到這部就是2022年款的法拉里Portofino M M的意思就是Modificator 意大利文的Modified 改良版的意思 很多人可能問 現在買一部入門快利 為什麼不買Roma 而買這部Portofino M 我覺得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你真的很喜歡開篷車 這部Portofino M的級數在Roma之上 價錢亦比Roma貴一些 Roma最新的價錢是320多萬 這部Portofino M已經去到380多萬 已經 它和之前的Portofino 其實樣子相似 格式亦一樣 電動硬頂完全是沒有分別的 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在整個Powertrain那裏 首先就是引擎 3.9V8C Turbo引擎 就是用了新一個Generation 就是和Roma一樣 它的外出是620匹 比起之前的版本多了20匹 扭力760Nm 另外就是配了8速的DCT波箱 這個波箱其實也是和Roma一樣 以往的California Portofino給人的感覺是比較軟 形象是沒有那麼激烈的 不過這次廠就把這部車的辣味進一步提升 怎樣提升呢? 就是它的Magnetino駕駛模式系統 這次是有五個模式 就是有Race和City Off的模式 尾Differential也是用了最新的Size Sleep Control 以及有一個Ferrari Dynamic Enhancer的系統 這組系統和F8Tributo 其實是同一個Generation 也是可以控制車的脫尾傾向 當你脫尾的時候是容易控制很多 車廂的新系統包括有Touch Screen 中控台的Touch Screen螢幕是大了些 另外還有是數碼儀錶版 這個電動接合硬頂 其實由California開始 一直到Portofino都是用這個設計 開關或者關大約19秒 我們今天看到這部展覽車 其實是香港版本 加了差不多16項選擇 我又要拿回選擇選擇來看 第一就是這個紅色是比較深一點 這個叫做Rosso Mugello 相比起所謂的法拉里紅 就比較深一點 這部車另外就配了Two Tone的顏色 就是車頂是黑色的 是一個選擇 連同這個Two Tone的顏色 就是要11萬5千元 Adaptive的頭燈 要加5萬1千元 大家看到這個是Forge Wheel 也是一個選擇 13萬 黑色的加鉗 就是要3萬4千元 這部車的避震也加了一個叫做Magnaride 就是有一個Magnetic Fluid 電子軟硬避震調教 連賣稅是8萬4千元 買法拉里就一定要加這個Shield 價格也要加錢 這個Shield的價錢就是連賣稅2萬8千元 車廂裡有一個叫Carbon Fiber Driver Zone 就是軚盤是Carbon Fiber 另外標板也有Carbon Fiber的裝飾 這個選擇就是11萬5千元 黃色底的轉數錶 1萬1千7百元 還有座椅的紅色Stitching 也要加1萬1千5百元 連同稅 乘客位有一個Aluminum的腳踏 這個腳踏就要加1萬2千7百元 地毯也要2萬元 乘客位這裡有一個Touchscreen的資訊屏 8萬9千3百元 車尾的座椅翻得低也是一個選擇 2萬5千5百元 車廂最後一個選擇 就是一個Hifi 一個Upgrade的Hifi 有一個JBL的Logo 就要9萬4千4百元 車尾要加錢的地方 就是這個Exhaustive 要加1萬2千7百元 這輛車全部加起來 就要多少錢呢 就是要86萬1千多的選擇 如果加上車價 這輛車就要466萬 我們今天看到這輛 幼泰版的Plotofino M 今天就是第一次在香港露面 還未試得 我們稍後都會試試這輛車的性能表現 是可以知道 是可以的 是可以嗎 有很多裏面